农产品市场交易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一项为确立农产品运销秩序 调节供需促进公平交易特制定本法 第二项本法为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主管机关 第一项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三条用词定义 第一项本法用词定义如左 一农产品指蔬菜清果续产 与产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其他农 零鱼牧业产品及其加工品 二农产品批发市场 指每日或定期集中进行农产品交易之机构 三农民 指直接从事本法所称农产品生产之自然人 四农民团体 指依法组织之农会 与会及农产品生产运输合作社 合作农场 五供应人 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 供应农产品者 六陈销人 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成购农产品者 七 贩运商 指向农产品生产者或批发市场购买农产品运往其他市场交易者 八 零批商 指向农产品批发市场购或在同一市场内批售农产品与零售商或大消费护者 九 零售商 指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之商贩 十 农业企业机构只从事本法所称农产品生产之公司组织 第四条 农产品产销方案之订定 第一项中央主管机关应依照全国农业产销方针 订定全国农产品产销及国际贸易计划 地方主管机关应按年度订定农产品产销实施方案 第五条 行情报道 第一项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国际农业产销状况及农产品行情报道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应办理国内农业产销状况及农产品行情报道 第六条 禁止谋取不正当利益及故意散播谣言或不实讯息 第一项农产品之交易不得垄断 操纵价格或故意变更质量 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项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响农产品交易价格之谣言或不实讯息 第二章 共同运销 第七条 共同运销之方式 第一项农产品之运销 得由农民团体办理共同运销 其方式分下列两种 一 以供应在贩卖或加工为目的之批发交易 二 以供应直接消费者为目的之零售交易 第二项前项农民团体为办理共同运销之农产品或地区 得由农民或农业产销般自行办理 政府应积极辅导之 第八条 共同运销之辅导 第一项农民团体办理共同运销及调配 应由各级主管机关辅导 其辅导 奖励 共同运销组织 训练 调配 运销方式 停职办理及监督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项农民团体共同运销之农产品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优先处理 第三项前项共同运销 农民团体与其会员 社员 厂员及农产品批发市场间 得以契约生产或契约供应方式行之 第四项各级主管机关 对农民团体办理共同运销成绩优良者应予奖励 第九条 共同运销之费用 第一项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之必须费用 得向货主收取代办费 其收费标准应报请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核定 第二项农民团体为分摊农产品 在共同运销过程中所产生之意外损失 得定定办法报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核定 在各类货主应得之货款中提存互注金 第十条 共同运销之即货场 第一项农民团体共同运销之即货场 所需用之土地 适同农业用地 适用第十五条之规定 其房屋税减税适用第十七条之规定 第十一条 共同运销之税捐优惠 第一项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 共同运销 出售其农产品 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 第三章批发交易 第十二条 批发市场之规划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为公用事业 其设立及业务项目 由各级主管机关规划 并得编列预算予以补助 第二项前项地方主管机关之规划 应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第十三条 批发市场经营主体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主体 以合余下列规定之一者为限 一 农民团体 二 农民团体共同出资组织之法人 三 政府机关或乡 镇 市 公所及农民团体 共同出资组织之法人 四 农民及农产品贩运商 共同出资组织之法人 五 政府机关或乡 镇 市 公所出资组织之法人 六 政府机关或乡 镇 市 公所 农民团体 或农民及农产品贩运商 共同出资组织之法人 第二项农产品批发市场 经营主体均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其组织除前项第一款外 准用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 但第二款 第三款 第五款 第六款之法人 发起人人数及资格不受公司法第128条之限制 第三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之经营 已合余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者未优先 合余第一项第四款规定者 不得享有本法第12条 第15条 第17条 锁定之补助 土地取得及税捐减针等优待 第14条 批发市场之筹设及经营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之筹设 因拟据计划书报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核准后 使得为之 筹设完郡 经营主体需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登记并发给许可证后 使得营业 经许可营业后 除报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核准者外 非应不可抗力 不得停业 歇业 第二项筹设农产品批发市场 不依核定计划办理者 除有正当理由 申经核准者外 由该管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 废止其核准 第三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人士 财务与业务之管理 市场结余之用途与其处理 停止成销人 交易期间 废止成销人许可证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五条 批发市场用地之取得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所需用之工有土地 政府应优先出租或依公告限职让售 所需用之私有土地 由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协助洽购或依法申请征收 并得使用依法编定之农业用地 第二项前项用地非经主管机关许可 不得变更使用 第十六条 批发市场设施等之使用费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使用之土地 建筑物及设施由政府或农民团体所提供者 其应付之使用费 由该管制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一中央主管机关定定之额度内核定之 第十七条 批发市场土地等之税捐优惠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之土地及房屋 减半征收房屋税 地价税或填付 第十八条 批发市场之供应人 第一项凡和于左列各款之一者 得向农产品批发市场登记为该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供应人 一 农民 二 农民团体 三 农业企业机构 四 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核准之农产品生产者 五 贩运商 六 农产品进口商 第二项前项第二款至第六款之供应人 应备制交易资料 必要时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得查阅之 供应人不得拒绝或有妨碍之行为 第三项为一 第一项登记为供应人之农民 得凭其身份证向农产品批发市场供应其农产品 但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得规定农民之最低供应数量 第十九条 批发市场之承销人 第一项申请为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承销人者 应向批发市场缴纳一定金额之保证金 并取得农产品批发市场承销许可证 第二项前项保证金金额 由批发市场订定 报地方主管机关核贝 第二十条 供应人与承销人业务分开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供应人或承销人 在同一市场不得兼营承销及供应业务 第二十一条 第一次批发交易之地点 第一项农产品第一次批发交易 应在交易当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之 但有左裂情形之一者不在此线 一 农民团体共同运销 直接供应出口或加工者 二 农民以其农产品直接零售者 三 当地上未设农产品批发市场者 四 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专案指定或核准农民 直接供应出口或加工者 第二十二条 贩运商许可证 第一项凡于未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地区 向农民购买农产品者 应携带贩运商许可证 主管机关必要时得查阅之 第二项前项贩运商许可证 应向当地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申领 但不得限制人数 第三项农产品贩运商申领 贩运商许可证之程序 应被拒之条件 资本额标准 有效期间级辅导奖励项目等 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辅导管理办法管理之 第二十三条 货源之确保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为确保货源 得适适时需要 办理契约供应 保价运销 融通资金及其他适当措施 第二十四条 第一次批发交易之税 第一项农产品第一次批发交易 由农产品批发市场代农民或农民团体出具 滞销或凭证 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 第二十五条 批发交易之方式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交易 以拍卖 溢价 标价或投标方式为之 供应人得指定最低成交价格 第二十六条 分级包装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之农产品 因由供应人办理分级包装位原则 其未分级包装者 得由市场代为之 费用在货款内扣还 第二项农产品之分级包装标准 定期检查 奖励改进及包装容器 购用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七条 管理费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得分项 供应人及承销人收取管理费 其收费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第二十八条 其他费用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分级 包装 整理 冷藏 冷冻 置冰 仓储 搬运 电载 及其他有关设备者 得一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核定之标准 向使用人收取费用 第二十九条 批发市场兼营其他业务之核准 第一项经营农产品批发市场者 如兼营其他业务 需经主管机关核准 其业务及会计应各自独立 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机查 第三十条 交易价格及数量之公告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 应将本场及其他重要市场之当日交易价格及数量 于市场内明显处公告之 第三十一条 经营不善之改进 第一项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不善者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机关得命其改善 整顿 必要时 得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命其改组 依法合并或费指其经营许可证 第四张 零售交易 第三十二条 零售市场之登记 第一项凡销售农产品之零售市场 应向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登记 第三十三条 定立契约供应农产品 第一项尚未设农产品批发市场之地区 农民或农民团体得与零售商 零售商团体订定契约供应其所需要之农产品 第三十四条 零售交易之辅导管理 第一项为维护国民健康 配合产销 促进售价及利润之合理 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对农产品零售交易 应与辅导管理 第五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罚则 第一项违反第六条 第一项 第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其领有许可证者 并非只许可证 第二项违反第六条 第二项规定 足生损害农产品运销秩序者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三十六条 罚则 第一项违反第二十条 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 第二十九条或第三十二条规定者 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 其领有许可证者 并得费只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罚则 第一项有左列情势之一者 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一万八千元以下罚还 其领有许可证者 并得费只许可证 一 违反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者 二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者 三 将贩运商许可证 陈销仁许可证供他人使用者 第三十八条 处罚主管机关 第一项本法所定之处罚 由直辖士或县 市 主管机关 进行查明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强制执行 第一项依本法所处之罚还 拒不缴纳者 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负责 第四十条 改组及领证 删除 第四十一条 有关辅导办法之制定 删除 第四十二条 施行细则 第一项本法施行细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三条 施行日 第一项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四十一条 施行日期